What's up everybody 這是Data 你在收聽的是 瘦虎肥龍 What's up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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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正在收聽 瘦虎肥龍 我是Sean 我是小Pi Yo what's up 今天 OK不要說今天先 每次都是今天開始 先說一下瘦虎肥龍 這個節目 我跟Sean發現 在拍了第14集 我們才發現到 除了我的女朋友 還有他的女朋友 這個節目 從來沒有邀請過女生 所以我們今天就請了 第一位女嘉賓 對我們是一個 香腸Sausage的節目 Sausage Fest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 好好檢討一下自己 我那天其實有邀請一個女嘉賓 可是她就 所以我們要好好檢討自己一下 是不是他們覺得上來我們節目是 可能就是都沒有女生在聽還是什麼 就覺得上來不懂要講什麼 我也不懂 反正今天我們邀請到這位女嘉賓 希望她會為我們帶來更多女嘉賓 讓我們熱烈歡迎 Tata What's up everybody 這是Tata Studios的Tata Tata 你看是Tata Studio的Tata 對 因為我沒有一個小屁孩 這樣子的名字 So Tata 你解釋一下Tata Studio是什麼東西先 Tata Studio 其實Tata Studio就是一個 Vio Russian跟 Content Creation 這樣子加起來的一個公司 所以我們主要是製作影片給客人 還有在我們自己的平台 OK 所以基本上她就是 大多數都是在做影片內容 對 就是影片 其實做photo也是有 那種typical的 influencer的東西 所以其實我一開始知道Tata這個人物 是應該是大概在四五年前 還是四年前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 你有是不是你有在看 就是看小屁孩的影片那些 然後就應該是JR 是JR的朋友還是什麼 然後就知道說 有這一個女生這樣子 然後是可以算是 小屁孩的一個小小的粉絲 你是從小屁孩的那個Vio 看到我的是嗎 我好像沒有在他的Vio看到你吧 是 OK 是這樣子的 我這個頻道 這個頻道想要邀請他來很久 可是一直以來 我都找不到一個好的切入點 所以我就做了這個送付費隆 我就 這樣真的真的沒有bullshit的 我真的是第一天 就開始在計劃說要叫你來 在計劃要叫你來 那時候我們在拍哪一個嘉賓 然後他就直接寫 一定要叫達達來 真的嗎 一開始的時候 真的真的 這就在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我要邀請你來 然後我要調侃你 我要酸你 調侃這個字 for real 所以現在你的這一個 content creator的這個事業 其實是就你一個人在做 還是你有一個團隊 是我一個人開始的 然後就請了一個團隊了 這樣就請了一個團隊 一個團隊就是有多少個人 現在是有五個人 所以就是有做的 是business跟有做video的 其實講到之前 我是怎樣認識小皮孩的時候 是之前有做過一個video 因為我之前很喜歡看他的video 只能知道做同行 做video的人 一定是看到他的video quality 就是不一樣 比較不一樣 比其他的content creator 在馬來西亞的不一樣 wow 你們懂了 然後我就看到就覺得蠻喜歡的 然後我就去做了一個parody of он這個video 對 你忘記了吧 我 written 對不起 我真的忘記了 不過那個video還在 應該是還在你的video里面 對 這樣子你又從那邊看到 就是他在一個video裡面 然後就做for fun 因為那時就覺得 应该不会吸引到他的注意力 然后后来就看到 他在视频里面 最后他没有提醒我 他就播那个视频 我们有一个共同好友就是JR 对 其实为什么有怎样认识JR 就是因为之前 我做这个公司 我之前开了另外一个公司的 是视频的 只是主要做背景的东西 就是帮人家拍广告 帮人家拍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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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就帮了你的朋友 他有拍他的服装的 OK lookbook这些东西 对 然后就认识到 然后就觉得他这个朋友很cute 然后去看他的视频 然后又很好模仿 因为他的style又是很异样的 所以我就模仿 而且我觉得他的style是很直接 就是这样子的那种 很容易就可以学到 他每一次的对白都这样进去 你们在这样子讲 我都不好意思插话 公开的在讨论我 不过今天Sean已经有进步了 通常嘉宾一来呢 他第一机会问就是你来自哪里 然后你是从什么学校 不是不是 重点是因为 before开拍的时候 他已经问了 你家想在哪里 刚才就聊了一下 其实我前几天我就 他讲要请达达嘛 然后前几天我就认真在那边想 其实达达他现在算是一个YouTuber 还是算是什么 然后他就讲说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请他来聊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你的界线还蛮 你没有把自己归类成 influencer 或者YouTuber 所以你可以解释 如果今天突然有一个人 你去做MRT 搭公车捷运 然后有一个人问你 你是做什么的 首先那个人 希望他是问我英语 因为我要怎样翻译 这个content creator 不是 你要讲就是你在你的家乡那种 全部人讲华言那种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就跟他讲我做广告的 我拍广告的 就从我以前到现在 我都是讲我拍广告的 其实我不会认为我自己是一个YouTuber 因为 for the record 我的YouTube只有700个subscribers 但是也是一个YouTuber 不管你有多少个subscribers 因为其实现在 如果你的Instagram有100个followers 你就可以list你自己做Public Google 100个 所以你可以叫我YouTuber 因为我700个 所以qualify也有称气 不过如果真的是有人问我的话 我是讲我是做广告的 就是因为其实我的video 都是帮人家promote他们的brand的 然后他们的product 还是promote他们的raise awareness 他们的brand 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你妈妈了解你 是在做什么 还是你也是一样跟她讲 你是做广告 我觉得她应该了解吧 因为她叫她自己做Sing Ma Sing Ma 因为她以为她自己的女儿是明星 算是 现代的明星 跟你们讲 因为我是来自广蛋的 所以广蛋的 广蛋很少人做video 基本上是应该是很没有人在做video广蛋 所以当我的妈妈爸爸 一分享那个video 在他们的Facebook Facebook 广蛋那边就很多人看了 我就变了一个广蛋小明星 广蛋小明星 所以我妈妈去bank去哪里 她都会拿着那个bag 好像你穿着这个衣服 介绍一下你今天的穿搭感 对 可能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看影片 你就懂 为什么小屁孩今天穿的风格很不一样 这一件就是她 她在过年的时候送给我的 还蛮可爱 就是上面有一个 她最著名最著名的一个角色 对 然后她写着什么 吃饱妹 吃饱了 最喜欢问的问题 所以我妈妈就会拿着这样子的东西去讲 我女儿 所以她应该懂我在做什么 以你为荣 就好像一开始 其实我跟家里亲戚过年的时候 我也不懂他怎样讲我是做什么东西 所以一开始我就讲我做广告 我做video做广告拍video这种东西 然后过后 然后开始有Facebook 开始有他们看到 然后我就开始OK 他们懂了 所以就自然而然也不需要去解释 所以他们叫你Facebook Facebook 因为其实像我很多时候人家问我 我就讲说我是卖衣服的 就直接讲我是卖衣服的 然后到有时候你要去填那种银行的 那种你的职业是什么 然后我就会来 你写sell clothes 有好像 真的 就是如果你写sell clothes 就好像很奇怪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你就写什么 我通常都写 entrepreneur 企业家 boss 这些 business man 没有没有 你刚才有提到他的那个很著名的一个角色 就是一个 Asian mom 这样子 你解释一下Asian mom 这个东西 Asian mom 就是如果你们在Facebook 那边有看到 就是有一个很奇怪的女子 然后脸上很多粉 然后就有shower cap 那个阿姨就是我 其实她主要的inspiration是来自我妈妈 所以你基本上看到我 因为我做很多是关于到Asian mom的 亚洲妈妈 亚洲妈妈 就一般上亚洲人的妈妈是这样子 比如说她很喜欢叫你 不管什么事情 她都叫你喝多一点水 我就把这些东西要全部放进我的影片里面 然后就其实蛮多人都可以relate到 蛮多人的妈妈都很像我的妈妈 所以我就每次 因为我很少跟我妈接触 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地方 我在KL她在管单 你妈妈没有搬来吉隆坡吗 没有 所以我的家人全部都在我的home town 可是我很常看到你妈妈 出现在你的Instagram 因为她一出现我一定拍的 所以我就观察她的一挤一动 然后我就放进我的video里面 然后就 因为其实一开始我是在之前的那个公司 就是MGAC 之前在那个公司的时候 OK 我讲现在我怎样有这个Asian mom 这个corrector OK 很好我们都不用问问题 如果每个嘉宾这样子就好了 答案 OK 所以我之前 我从大概20岁这样子 我就开始做 我就开我自己的第一个公司了 然后就是做video的 就是拍幕后 好像我刚才讲的那个 然后我就觉得做到也很闲 因为拍wedding 拍event 然后很早七早八早起床 等一下 sorry to interrupt 就是你20岁就已经开始出来创业了 对 已经开了一个公司 那时候你是有上college那些吗 有在final year的时候 因为我就做 因为之前很少 因为现在freelancer是everywhere的 之前freelancer没有这样红 没有这样红人 freelancer就是 我就是去帮人家拍video 就讲 然后之前我很小孩子 我很cute的 我之前就是 现在也是很cute 对啦 可是没有人会讲自己cute 你刚才讲freelancer 以前觉得说 讲freelancer 通常都是做freelance model 就去那种车的event 对 现在freelancer影师 都可以当网红了 对 真的 没有 没有 很多 很多 那种freelancer的摄影师 已经拍到自己变红 在射陷阱 不要挖洞给我跳好不好 Ok 所以回到freelancer那个东西 然后我就 因为一开始 之前是之前我做的时候 大概是六年前这样子 他们还没有到那种video 很很很很多 很popular的video 大家会拍video promos他们的brand promos他们的restaurant 这样子之前是没有的 所以我就看到这个 应该是有一个小机会 所以以前我就是用的那种Facebook page 我就一直去DM人家 就问他 你要不要我帮你拍free的video 然后你请我吃一餐就可以了 nice 我请吃一餐就可以了 那时我就觉得我还 那一次我还幼稚幼稚这样 所以我不配人家给我钱 我觉得之前 我就要经验罢了 经验对 所以我就跟他讲 你只是需要 给我我的那个 一个mail的那个钱 然后我就帮你拍这个video 我就做到很美很美给你看 然后我就知道这个boss 这个restaurant的boss 他就会跟另外一个人讲 这个noop 帮我拍video free 你要不要给他 你要不要叫他帮你拍 这个随语 然后就越来越多人知道了我 然后就越来越多人知道 过后就发现到 其实可以拿来赚钱的 然后就 赚到不错的钱了 然后就开了一个公司 那时候 所以就是餐厅 餐厅业为主 一开始 一开始是餐厅 然后就做到去event 然后做到wedding 然后再做到广告 for那种大公司的广告 但是我大概才21 22岁吧 这个其实可以给很多年轻人 一个很好的例子 很多人就像上一集 我们在lego samnice也是讲到说很多人就是要 他们要得到回报 可是他们不要付出 他们要确定有回报的才付出 而不是付出的才有回报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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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要然后舍起来 就是这种要很很 就proactive 自动的去去问人家 就不要等机会自己敲上门 而且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你自己的qualification在哪里 你自己到底配不配去人家给你这个钱先 如果不配的话 你就慢慢去收集你的经验先 到你有那个portfolio的时候 你再出去跟人家lego 然后在你开了自己的公司过后 为什么会从自己的公司 又跳进mgag 也就是另外一个媒体公司 所以我做了那个 我第一个公司两年了 然后就觉得很险了 因为我每天拍那种wedding 都是一样的 就是那种玩游戏 然后kiss 拍一模一样的东西 我就觉得很险 但是我完全没有做目前的 我只是做幕后报 然后之后我就 我就开始发现到 YouTube is a thing 我就开始做 那种10 types of people 你还记得做哪一种 我做的那个第一个 就是那个10种在电影院的人 电影院 Cinema 后来GSC也是有找你 对 对 那个是后来 那个是后来 我们要慢慢build out 等一下 就这个时间点是在16年17年还是 没有了 比较早吧 比较早 很早一下 大概是15年前吧 就1516年吧 1516年那个阶段 ok 对 因为我现在就在想着说 那个时候 马来西亚的 就是所谓做视频 是YouTube 已经上来了 有没有那个时候 其实那时候 1516是还不是很多 但是比较多是那种英文的 对 英文的内容很多 也是就是做那种 types of the 然后我就做了那个video 觉得很好笑 然后就放去很多 所以你真的会自己看了 觉得这些video 那时候我还放几多 几多新识 在这个video里面 然后还打灯 去跟人家租一个很贵的camera 因为觉得很好笑 然后我就做了出来 还是很好笑 然后我就寄出很多Facebook page 包括其中一个就是MGAC 我就send给MGAC 然后刚好 他们在找videographer 那时候我做幕后报 我没有在video里面 是我的朋友 那两个很被逼的 然后他们就讲 在找videographer 然后你有兴趣没有 然后我就想 我就心里就想 maybe it's time to change after两年做这个wedding的东西 然后觉得 好啊 可以try 然后after that 他就讲你要try then你就要send in 你觉得你自己creative的video 就是你要自己拍一个creative的video 因为他们是做搞笑的 对 然后我第一个video 就是做了这个Asian mom 那时 所以我们就来到这个游来怎样 怎样有这个Asian mom 对 就是我第一个video就是那个 我在讲这play more with the phone 就是妈妈很喜欢讲 你生病 他就讲玩多一点电话 然后你跌倒 他就跟你讲 玩多一点电话 所以我就觉得ok 我要把这个拍下来 我要把这个做成一个video 对 然后我就觉得ok 我就做这个video 然后又怎样有这个shower cap 这种东西 因为我就觉得oh 如果我要做一个妈妈的话 我说我不可以这样时尚 我真的穿那种shower cap 是沐浴帽 对 然后我就走进厕所 看下来什么东西拿 我就随手拿了这个shower cap 然后就随手就放上去穿 然后再就拍成一个video 然后那个video就hit 就 他们还真的拿到一个影片去上穿 对 就拿去upload 然后就这样子就hit 然后我就越做越多这个Asian mom 所以那个算是你interview的 就是你发给她的一个video sample 就直接拿去用了 对 就直接放上去 就是一个interview的video 我当时候的心情是很奇怪 因为我在她做Asian mom之前 我就认识了她 然后我还就真的记得她 然后到后来看看慢慢看 这个Mgag的Asian mom很眼熟 然后我还特地去问她是你啊 她说是 然后那个感觉就很奇怪 她就越做越来越夸张 然后越来越多人看到东西 那感觉真的很奇妙 对 但是我觉得很很 我很surprise的就是 我even though我在那个video里面 然后我这样 已经打扮到这样不一样了 出去还可以被人家认得 你懂吗 我觉得这个东西真是太神奇了 我放很多粉 你懂吗 我放很多粉是baby powder 就整个盖的 不是那种foundation的那种 硬而是爽身粉 但是我觉得你很厉害 你是怎样就是会很放下身段 就是去搞这种 去办这种角色 重点是你要放下身段首先 你要有身段 我是没有身段的 不要这样子讲 不要这样子讲 没有东西比谷底还要更低 对对对对 因为我就觉得也没有什么 因为我也不是那种很注意自己 形象还是什么 我也不介意来我的makeup 还是我穿到怎样 我就觉得做自己就好 所以我不会觉得 哎呦 这样子真的很丑 因为有一时候 在videomail还会要挖鼻孔 什么东西 我不mine 因为 OK就算 如果你很美 做一个妈妈做到很美的话 人家 为什么人家会喜欢看我们的影片 不是因为我们是美女 而是因为就是很真很搞笑 他完全懂他自己定位在哪里 就是remind me of 让我想起这个吴俊如 吴俊如他就讲过说 如果每一个都是美女的话 这样子就没有 没有一个好笑的点了 所以你就知道 如果每个人像他这样瘦这样帅 然后就需要这样子肥的人 在这个节目 所以我就找Shun来穿破我自己 对对对对 所以除了Asian mom 你还有什么其他的角色 是你特别好像印象深刻的 之前我在我的 after我离开MGekgo 我就自己做我自己的platform的东西 所以我就做了一个gangster的corrector 叫大姐 我叫打蛋嘛 对对对 大姐 不过做了Asian就没有做好 但是那个 他是一个也是跟在Malaysia 是没有这样子的corrector的 女子 因为好像你刚才讲的 那个是对 其实为什么可能人家会觉得 你自己要做协星 其实是因为你做不到美女 是这样子的意思 就是你要怎样跟那种美女fight 已经降多降多在线了 我觉得是这样子 你要懂你自己的 就好像做生意吧 你要在做生意之前 你要了解自己的强处和弱点 然后你就要把你强的地方展现给别人看 你不可能就把你不好的地方 然后硬硬还跟人家拿去比 这是一个很不明智的选择 做回自己最真实的自己 这样还是最重要的 然后你就要把你的不好放大 人家就觉得是好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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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别人不要笑你 首先你要笑自己 人家就不会笑你 好 小丑了这个心态 对 所以好像人家讲 作为你这样 在影片里面这样不好看 我就会讲 我特地不好看了 因为你知道这样 那就觉得对 make sense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你知道Sean 其实要跟我拍节目 他很有偶包 真的吗 我其实没有 不会讲有什么偶包 这个我们之前就讲过 观众想要听 可以回去听 那自己刚才 那句话就让我想到 我最近有听到一句话 就有一个人就说 演戏的是傻子 然后就看戏的是疯子 类似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就是 就是说 真的是完全不要理别人讲 就去做 当然 我觉得 sometimes 好像我很喜欢讲的就是 做自己 但其实这个也是一个 不完全的一个 我们应该 agree的东西 做自己 OK 怎么说 OK Let's say 如果你的真正的自己 是一个到处要得罪人 就是你看到一个东西 你不爽你就讲 然后好像 Let's say 我看到那个椅子很丑 就一直超丑 OK Sorry OK 没有 我本来还要跟那个椅子 讲 Sorry 没有 这样就不对了 你就不是可以福利在所有人面前做自己 这样就变成是一个很没有礼貌的人 然后那个人就觉得 你知道很多 就跟你讲 Ignore the haters 不要理他们讲什么 你就做自己就好 但是不对啊 你要拿那个balance 所以是重点不要再伤害到别人 还是什么的一个阶段 这样子来 我觉得这个东西蛮blur的 就是你要做 好像你看很多人就讲他们是很诚实的人 但诚实跟没有礼貌是蛮接近的 刚刚我们就讲了MGAP 然后你做到一半了过后 为什么后来你会离开MGAP 离开MGAP 我在MGAP大概有一年半到两年时间 然后中间有其实有三个月还是六个月 我是在医院的 因为我的脚有做手术 对 所以 其实在这样子算的话 可能我在里面只是一年罢了 然后我要离开的 其实最大原因就是因为 我跟公司 或是跟里面的人都好 我们的那个value不一样 我们想要达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理念不一样 对 就是我要 我很注重是content 就内容的品质 对 我不是只是一份工报 但是里面就会很多人觉得 只是一份工报 因为这个公司 我们是有大老板的 SGAP是MGAP的大老板 所以里面很多人都是被请来做工报 即使在on screen看到的那种talent 他们也是 打一份工报了 所以就不会想要去做更多 因为我现在现状很好 没有不好 这样你就会一直保持在现状 但是我就是一个我一直要try型的 我一直要try型的东西 但是如果因为重点 我没有own那个company 所以我不能好像老板这样讲 我现在我要全部人这样子做 你就做 我不可以在里面 我只是一个打工仔 我不可能进去里面讲 你也开始全部人给我做这个vlog 不可以 我没有那个full creative control 所以其实那个是一个很大原因 为什么我要走 就有limit到你的creativity 还是你的想要做的东西 其实他就是 我觉得是一个环境 他觉得那个环境大家都很舒服 他想要突破自己的舒服圈 舒适圈 舒适圈 舒服圈 对 马来西亚以外的人 可能很多国外的人不懂MGAC跟SGAC MGAC就是马来西亚GAC S就是新加坡GAC GAC就是笑话的意思 好像9GAC GAC 其实GAC是一个广东话 是不是 不知道我是搞GAC 搞GAC就是讲笑话 GAC是广东话的 懒GAC 懒GAC 我不知道 应该是因为9GAC是香港人的 是喔 9GAC是香港人的 我还以为是美国还是什么 所以才会有9GAC 可能 这样子你讲你之前MGAC做的这个内容 不是 后来就变成你自己不是想要做 对 可是你又怎样跟你现在做的 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不一样 OK 之前为什么我要 我觉得之前我在MGAC做的时候 我大概是23 24岁吧 那时我就觉得做搞笑的video 哇 开心 就是很浮夸的一种演法 嗯 然后我觉得人会长大吧 然后你会喜欢的东西会不一样 对 之前我就是很喜欢看comedy 不过我觉得现在我希望人家看到我的video 就是他们可以学到东西了 在欢笑中你可以学到东西了 哦 不只是笑了然后没有东西的 对不只是 然后就scroll走 啊 OK 因为其实在MGAC它的观众已经就是 我来这边我是要看笑话吧 就是要笑而已 对对对对 我不是要学东西的 所以其实它有它一定的limitation 所以所以我才离开 然后现在我就是要做一个叫edutainment 就是educational 跟entertainment的一个edutainment 哇 哇 是你自己发明的词 不是不是这个人就是这个 OK 对对对就是我们现在也是在做着很多自己的original series 就是搞笑的不过是教育性的 教育性的 所以是education加entertainment 叫edutainment ok 你觉得说就是在MGAC上班 就很虽然说就一年一年半的时间 但是也是对你之后你自己出来做有没有帮助到 还是你觉得说其实在上班的是那个时候就是已经是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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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当然他当然有帮助到非常多 其实MGAC如果没有MGAC就没有今天的我了讲真的 没有真的真的因为在MGAC的时候我就误打误撞的做了目前 因为MGAC一开始的时候我是第四个进去的 还蛮早的一个 对我很早很早进去的 那时我进去的时候我们才刚刚开始做video 就是两个是做meme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做video的 不过那是我刚进去的时候 那个video的人也是进去一个月罢了 所以就是我一进去 你是第二位 OK 所以我们一进去做video 然后就因为不够人 你要进去演 你要自己进去演 然后我就是可能我从起来就是一个很gaper的人 就是我会到处去讲话 我就觉得进去camera里面演 因为那时候就不会take这个seriously 你懂吗 之前就是觉得在camera面前 那时候我就剪剪剪 然后就放上去 也没有觉得他怎样 然后就慢慢就越来越多人认识 然后就发现了 这个是一个很serious的一个东西来的 就是因为 因为到 因为之前MGAC就会走到一个是很peak的一个时候的 就是你走到哪里 都会有人要跟你拍照 都会有人等你 那时我就会觉得 好像真的是一个很认真的一个东西 你就觉得 其实这个东西是有impact 有冲击力的 对人家是有影响 然后我就觉得 我们应该负起一些责任 就是我们不可以在video里面随便乱讲话 因为你讲东西会影响到看的那个人 你是一个公众人物 对 所以我讲的东西也是很neutral的 就算我自己不喜欢 我今天promos这个东西 我不可能在video里面讲 oh this sucks 就造成我会有这种 其实当初是有一点压力 一定会 就变成好像现在讲什么都要想 都要想自己轮 所以就会造成就是 你不是很敢发表意见的 就造成这样子不是我了 因为我很gapall的 我对很多东西都非常有意见 gapall就是多管闲事 对 我很多管闲事 今天这个news是怎样 我就是要react 我就是要react to这个news 我就是要做一个video react to他 但是我是under一个公司 我需要care for公司的image 所以就不能 所以我就自己出来做 然后我要讲什么就讲什么 所以至少上到的是自己的公司 对对对对 就算就算害到joblop了 是我自己的公司 就算了 就自己的公司倒掉 这样子你不喜欢 你说到不喜欢 你也不喜欢 或者讨厌这个asian mom的角色吧 Honestly 所以在我离开mgap过后 有一段时间是非常讨厌的 大概大概半年的时间吧 因为半年 就是我刚开我这个tadas studio 前半年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脱下了那个shower cap 没有了这个powder 我是什么 我就很讨厌他 为什么这样的人都是要找他 宣传东西 找他去主持 其实你这一个点 我之前看过一些youtuber 他们也是有就是做content 还是什么 他们也是会有遇到这样子的问题 就是对这个角色 角色是又爱又恨的 有没有 就是你没有你知道没有他 就你又做不到东西 但是你又不想要只是单单靠着这个角色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六个月以后 我都是在跟我的听讨论 要不要就暂时让他就off screen一下 就不要一直在用他 然后就发现到 中间我就是非常非常的 这也是想很多 就到底我要不要继续用他 如果不用他的话 就很难让人家继续recognize我 所以最后我就来到这个conclusion 就是我们可以让他久久出一次 适当的用 适当的用 就是好像在今年的新年的时候 就非常多client用他 因为auntie 新年 你过年你有拍了什么广告 过年 过年拍了 拍了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name他们 讲啊 讲讲讲 就拍了klok Tesco 然后还有indie 还有 我忘记了有几个 所以这几个品牌 如果要赞助我们 可以来找我们 我是不建议办uncle 就是办爸爸 有没有 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几个其实你 我好像是有看到 klok是吗 讲风水 哈哈哈 讲风水那个 klok是 那个 klok是一个他可以帮你 好像你出去旅行 你在可以上上面 book你的那些pass book 买你的ticket 所以你去到那边 不用摆对 不过这个东西真的很好用 它是个app来的 Nice klok 所以现在这个 没有OK 我先声明klok 真的是没有赞助这个节目 不过他真的好用 真的好 因为我是我女朋友介绍给我用的 然后比如说你去日本 然后你就是可以直接用那个app 买 sim card 买电话卡 买wifi 你买迪士尼的那个入门票都可以 还蛮好用 还蛮好用 所以 klok 谢谢你 快来赞助 之前就是拍这个风水的video 新年的时候 过年的时候 你有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哪一个 做过这样多个video 印象最深刻 应该是我跟DG拍了一个series吧 我知道 你讲 一个叫copy break的这个series 就是 可能是go back to我之前 为什么开始做video的初行吧 就是我一直很想用video来 告诉人家一些 平凡人的不平凡的故事 嗯 我现在在吵着 平凡人不平凡的故事 ok 对对对对 所以我就跟DG就有这个 我就pitch给他们这个idea 我想做这个东西 你们有没有兴趣来support我一下 然后我就去做 就是去访问 我们访问了三个人 访问了 然后访问了做机长的人 然后还有访问了一个做channel的人 就是我就是跟他跟一整天 就是跟着他 A day in a live 这样子 对对对 这样子的这个系列 是我自己本身 哇我做好过后我就会很 我觉得很fulfill 就很有满足感 所以那三个人 一个是卖报纸 一个是卖甜品 一个是卖自杂 那种烧给死人 对对对对对 那个是我可能印象最深刻的东西吧 因为我自己 ok我可能不要把那个话讲到这么早先 因为我不是很喜欢去stage我的video 我要是真实的东西的 所以我就真的从早上三点开始 跟着那个newspaper的uncle拍到下午 拍到晚上 newspaper的uncle 就是他是拍报纸的 对对他是拍报纸的uncle 对对对 我们就我跟我的团队都一起跟着他 而不是来我们uncle三点见你 然后我们拍了我们回去睡觉没有 我们真的是stay up until他完 所以就跟着他一整天 对一整天 然后他也嫌我们烦了 他讲高了吗 高了吗 高了吗 高了 他哥都不想拍了 对对对对 那个影片是在哪里可以看到 在我的facebook也是可以看到 ok我回去看一下 我以为你讲DG是另外一个广告 哪一个 你去拍那个动漫的那个 那个是那个是 其实那个 那个是我离开MGAC过 第一个的sponsor的video 对不对 我记得还蛮早期的 对很早很早很早 不过在离开MGAC的时候 当然就是MGAC的这个点击率 那个流量这样多 你突然之间就算是从零开始 你会有那种失落感没有 其实我觉得我蛮庆幸的就是 我自己本身没有很在乎那个view 因为我也知道MGAC就是一个公司 我怎样比我 我就是一个小小的我 所以就比不到 当然很多时候 虽然我讲 我不是很在乎这种view的东西 不过其实这种东西也是一个 好像我们做生意 我们这一行 都是靠这个 来自己定价的 对 就是点阅率 对 基于这个Number 来看你值多少钱 所以多少是会影响 不过 因为我找到其他的方式 可以去赚钱 所以我不会太在乎这个view 现在 之前可能我开公司的前半年 我非常的在乎 在乎到我已经觉得 我自己失去自己 因为我就觉得 OK我现在要做一点 比较教育性的东西 所以我不可以做这样 所害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你会怕吧 因为你现在是从零开始 你就觉得 如果我连这一些数据都没有 我就真的是 不过我觉得 也是很庆幸的一个东西就是 因为 可能我要讲很庆幸 现在越来越多人在做这行吧 就让到Client也聪明了 他就知道了 OK 可能你有Numbers 不代表你跟你的观众是很engaged的 对 你有200千followers 跟我有20千 可能我的20千个人都在乎我 可能你也只有2000个在乎你吧 然后还有看你怎样卖自己 当然我卖了 我怎样 I mean 对我知道 哎呀 其实每个人 Sean有跟我讲过 每个人都是在卖我们自己的一部分 有些人是卖劳力 有些人是卖劳力 不管你是哪一个行业 就是你是在卖你自己的一部分 对 对 所以instead of like我卖我的Numbers 因为你没什么好卖 我就卖我比较在行的东西 就是我可以provideideidea给你 怎样promote你这个东西 就是其实蛮多 其实如果我们讲break it down to video的话 在video production里面 可能就Client来 他给你一个brief 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他给你一个东西来promote 然后那个Client可能要去找agency 找了agency过后 那个agency就要去找演员 对 找了演员过后他去找promote 但是我就是看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就觉得我可以一条东西服务给你 这个就是我现在出去我卖的 卖的service 就一条东西服务给你 所以你刚才有提到说 例如你之前Digi的广告那些 所以你一定是 就是我想要问的是 你有什么一个 你的一个流程 就是你的一个process 通常是就是广告商会来跟你讲 OK我要打这个广告先 然后你才会去想 然后你才会去想 帮他们 就是怎样去promote 还是你就会 我现在我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idea一个方案 然后你就会去找广告商这样子 OK就是有两种做法咯 去年就是因为我去年刚开公司 我比较在乎的是finance 就是需要钱来keep我的公司 going 一定一定 所以去年就是很多都是 我会自己去reach out to client 我就问他 新年了你要不要做一点东西 给你的新年 然后我这边有idea给你 那个是一个方法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可能client今天出了一个新的product 他就会来找你跟你讲 你可以有什么方式 帮我promote这个product 就是两种做法 然后现在今年 今年开始我会做东西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刚才我讲到 我要做我的original的series 所以那个series就是我有了 你听起来好像Netflix这样子有没有 Tata Original Series 不过我卖的是这样子卖出去 就是我要开拍一个系列的东西 然后你有没有兴趣 进来enjoy我们 就是我可以帮你 我可以放你的product placement 放你的logo 放你的logo进去 不懂是什么原因 通常对我来讲 第一个方法很难很难work 就你很难去说服这个顾客说 我现在有这个题材 我拍这个方案我想要拍这个东西 然后你愿不愿意投钱过来 我觉得这个是 我试过几次有去谈 可是他们就感觉上 可能是他敷衍我 品牌敷衍我是这样 他就跟我讲说 这个不适合我们品牌的方向 明明我做东西就跟他们很像 可是他们就跟我讲 我们现在要推这个东西 我们不是要promote这个 所以他们就会 都会拒绝掉很多都会这样子 反而他们是说 我现在有一个新的iPhone 你要不要来打广告 这一种反而比较简单 然后我再去跟着他给的这个brief 然后我再去想 我要怎样拍的不一样 通常我觉得这种比较好 比较容易不是好 比较容易 第一种就真的很难 对 因为我之所以会问你这个问题 是因为我觉得说很多 就是现在的content creator 他们可能就是 不知道要怎样开始去 去用这个东西来赚钱 是吧 就是他们可能就是 平常可能我就 发一下我的照片 在Instagram 还是什么 然后慢慢开始有following了 但是他们不懂 要怎样去把这个 去变成一个 就是一个商业的机会 其实我觉得是看很多 你是哪一种吧 content creator有分蛮多种 就是可能有一些只是 会拍照罢了 有一些只是会做model罢了 然后有一些是可以 从pre-draw post 就是从想idea到帮你剪 所以其实 ok let's say 如果你剪只是一个model ok 然后你要出去跟client讲 你要不要sponsor我的照片 你觉得你身为一个client 你会讲 好吧 我给你30千 你穿我的衣服 就不make sense 所以你要自己知道 你自己有什么跟其他人 其他人是没有的 好像如果是我呢 这样就是 因为我可以真的是 从想idea到帮你promote 到我进去演 到我拍 到我剪 到我帮你做posting 到我manage你的social media 我们是一条龙做完的 然后 如果你今天 你只是可以做到 演戏的那个part 然后为什么我不去找另外一个演戏的 为什么我要找你 除非你真的是 美到 或者是 你真的好便宜 你一定要有一个原因 为什么人家要找你 对 好像你看我这样 最近蛮 蛮 蛮 让我觉得蛮 蛮interesting的一个东西 就是 如果你们真的有follow我 然后你看我的造型 是我 我完全没有讲过make up anything 在我的profile的 like makeup 跟我是非常远的 然后就开始最近 就会有那种skin care的东西来找我 那我很老实 我就跟他讲 你是不是找错人 我 我不是这种beauty的这种东西 然后他就跟我讲一个非常interesting 他就跟我讲 因为现在 在online 已经太多beauty的人在做beauty products 我们要找一个是从来没有做过 然后很raw的 就是很不care形象的人 就是你 所以你听到他讲这样子的时候 我就发现到现在的client比较聪明 就是他知道 我就算一直投给这个很美的很美的很美的 然后他们一个人promote大概几十个product 这样 他没有credibility credibility 我意思是什么 公信力 对 你是在考我华一是吗 他就没有这样子 然后client就觉得 不如去找一个完全没有做过的人 然后他就比较有公信力 可能他就把我的product 他的脸真的会变成 这个有点像那种找素人 然后来跟他改造 这样子是一样的道理 这样子 我就觉得 OK 现在可能可能他们不会再看 numbers 当然还是会有很多client 是看 numbers 然后给你价钱的 哇 这个今天大开眼界 搞不好有一天我也会做这个美容 脱妆品 很难说 有一天还要去promote hair gel 这样子 帮你送法 护法的东西 我最近做了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就是我跟一个 一个 我的朋友来的 然后我们要一起出一个wax 一个法胶 一个品牌 可是不是我自己去合作 是futuremate 我去做明明 我也是觉得很奇怪 比较好像适合来和尚 要出梳子 这样 是 我可以出梳子 用不上 OK 现在我们就来到一个我们的节目游戏环节 OK 也就是叫做最系列 好 第一个问题 对我来问一下 你最不喜欢的内容 种类 prank prank 整人那种 假的prank 我自己也是做prank 所以你的是真的prank 真的真的 我就prank我男朋友 好 哪一个 就那个戒指那个 没有 之前不是一个instagram有一个filter有狗吗 然后我就拍那个狗在我的office里面 然后就跟我男朋友讲 我讲 我的office里面有一个狗 然后他就很相信 然后我就拍他的reaction 所以他是爱狗还是他是不喜欢狗 因为我很有洁癖的 所以他每次从 你去看那个video就懂 他每次从我的office门口走进来 他走两步 他一定要放鞋子了 不然我就会骂他的 我讲你不要过那条线 然后他一开门他就讲 我不明白 为什么你这样有洁癖 然后你让一个狗进来 我就去prank 然后就真的是录他的reaction OK 但anyway我最讨厌的就是假的prank OK 他的回答很快 很快 我弄小了 因为我知道 所以第二个问题 就是你目前是做过最多钱的一个项目 就是一个job 那个还在pending之后 还在讨论之后 就是接下来会拍的一个series 之前 我不要讲未来 讲之前 之前就是series 我做了copyback series 那一个 那个树木是你自己觉得满意样子 I made it mama made it 没有啦 这一年来我都一直觉得I made it mama made it 就用车来形容的话 大概就是三辆BM 没有啦 对我来讲可以sustain到我的公司就可以了 千奇 我没有要大富大贵 这真的 我才问你吧 其实你有自己一个目标 还是什么 我要做到很大 还是你是属于那种自足常乐的人 还是你是很想的 我不是自足常乐的人 我一定要 我要做到我是可以有做到很多content的 要更好 有能力做到更多content的 就是一只一只都可以做content的 不用为钱的烦恼做不到content 第三个问题 也就是他最害怕的动物 你有没有怕的动物 你不要跟我讲老虎 我跟你讲 我什么动物都怕出了蚂蚁 蚂蚁是动物 蚊蚁是动物 蚊蚁是动物 然后下面有昆虫 小鸟 昆虫也是动物 下级性 我很怕 我超怕 你超怕蚂蚁 狗猫 我什么都怕除了蚂蚁 狗猫 蛊蚁就会这样的答 狗猫 狗猫怕到狗 怕到狗 怕到不能好 我去妈妈家 然后有猫 我就放我的脚上去 这样蚱蚁呢 小的我不怕那种开始飞的 有谁不怕你跟我讲 有哪个蟑螂看着飞了 Come on baby 其实我女朋友真的是不怕蟑螂 飞了 她是可以就是用手这样子抓住 那种 大只那种 我早一天我拿一只飞了过来 给她看一下 她真的是可以用手直接抓 然后她就觉得我很不稀 这样子有没有 还有那种crispy 不是啦 她就可能会这样子抓 然后丢掉她 我是听她讲是用手 你听她讲话是吗 用tisue那种我是亲眼看过 那种是很正常 用纸巾也是用手 没有用tisue还好啦 她没有用 有一个cover是吗 对 可是我小时候就 我小时候是追蟑螂 我一张图片是我爸爸还是妈妈拍的 然后我追蟑螂要抓蟑螂来玩 可是我现在超级怕蟑螂 那时候还小吧 还不懂吧 那时候什么都不懂 还没长大吧 第四个问题 你做过最难的事情是什么 做过最难的事情 最困难的 你觉得 在我人生中最困难的时候 应该是我做手术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讲一下 你做手术的时候 那是什么原因 你的这个podcast 这一集会到两个小时 不会啊 我们47分钟 之前我的脚 我的膝盖那边 骨头里面 有一个很大的肿瘤 不过那个肿瘤不是cancerous的 不是恶性的 不是恶性的 就是有一天我就走路走路 我就觉得好像黑心那种痛 大概一年这样子 我才去check 而且不是专人要去check他的 一年很久 就是bodycheck的时候 然后就顺便跟doctor讲 doctor我的膝盖有一点痛 所以你一年一次都会体检 bodycheck 算是 然后我就 他就跟我讲 我就去照Xray 然后就看到里面有一个肿瘤 然后就开始做手术 而且做了三次手术 为什么要做三次 就是你要第一次 是把那个肿瘤挖出来 然后他又再回来 所以我挖了的 他又再回来 他一直生回来 然后就没有办法 就第二次的时候 就直接把整个股割掉 然后就放一个铁进去 那铁是13cm 所以一把尺 13cm 你看我的Scar 你是看到这样长 然后就是那一段时间是 大概我有两个月是躺在床的 然后大概三个月这样都是做轮椅 还有拿那个拐杖 然后我冲浪都是我的家宝冲 然后就觉得真的是 很辛苦 这是我人生中最困难的一个阶段 我知道你有开手术 可是我不懂这样严重 是蛮严重的 不过我也是觉得我也蛮搞笑 虽然我只是在那个手术 我就跟医生讲 谢谢你要切 不如你切长一点 他不会再生 就13cm那个铁 13公分很长 对 接下来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你自己最不要命的缺点 就是你觉得最不好的缺点 我觉得我最不好的缺点 应该是 我很难把我头脑里面的东西表达出来 好像我要给我的员工 我的feedback的时候 好像刚才讲你这个video 你要怎样改怎样改 我是有那个那个picture在我的脑海里 但是我讲不出来 我就 所以我 然后你就会自己去做是吧 不是不是 然后我员工就很可怜 我就敢讲这个part我要那个 那个 你懂吗 那个 那个 我就敢讲那个 那个 那个 slide 我要这样子 这样子的 然后我的时候就会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然后他就会 我知道 然后他就去找 然后他就去找 然后他就找了 不是这个 所以我就不用紧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 其实我从Emily就开始发现了我这个问题了 就是我很有在我的脑海里面 但是我讲不出来 我要那种 我讲不出来 你会怎样讲 你会怎样讲 其实我也是有这个问题 很明显 我之前也是有跟我的这个简介师 因为之前有请了一个简介师 后来他没做 不过在他做那三个月里面 我有跟他解释过我要东西 就是也是这样子 我要等一下 所以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 才会真正了解到你要做的东西 对这个是我很大的一个缺点 我觉得 所以最系列的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你有什么一个让人家 最意想不到的才艺 会打鼓吧 Hidden talent 就是那种drum还是 Drum 不然怎么鼓 就是我不懂 可能24节令鼓 还是什么 没有 打鼓 很帅 之前有一段时间学过 所以你有搞过Band那一种 没有 我就是打来发泄的 我就是学来发泄的 在我的家有一个rum set 因为我的家 我住在12楼 之前我有一段时间很疯狂的打 然后我直接去到楼下睡眠铺那边 他就跟我讲你可以点吗 他就在睡眠铺都听到 所以我跟你讲我很变态 因为我在 我其实这个很不好 我在半月12点后还在打鼓 你可以想象 我的邻居没有在跟我讲话 我是你邻居 我一定会投诉你 而且你知道打鼓 你还要踩那个蹦龍 所以你不只到影响到 隔壁人影响到楼下 楼下 其实打鼓真的是很大声 真的很大声 对 最异想 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会打鼓 打鼓真的很帅 我真的觉得 你男友会乐器吗 会 他歌是开音乐的 学院的 人才 刚才你有讲到最不喜欢的内容 可是就你有 现在你有自己最想要做到的 content 可是你 是你能力以外的事情 有没有 可能搞不好你讲出来 我们这里可以帮你实现一下 我要做的是那个 就是去体验不同的工作的 这个其实我有跟他讲过 我去体验 是跟你 反而我就有提到 就是小片去体验不同行业的工作 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 可以做 我是有问你之前 就关于到这个series 是吗 原来我操了你的idea 不是 我前几天问你 有没有兴趣做我的guest 就是这个 就是主要目的是 让人家看到behind the scene 好像我 不要想跟人家知道 那种送食物的deliveryman 因为很多人complain 所以我要给他们看 有点像documentary 这样子的一个形式 documentary 其实是我一直最想要做的东西 就跟我现在做的东西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很难 很难的是转换过去 但是还在做这 现在几乎所有拍片的人 都想要拍纪录片的 真的吗 真的所有人都是这样子的 这个就是 可能是比较有 感觉上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东西 不然他们最想要拍电影 但是我没有想要拍电影 我也没有想要拍电影 可是我想要拍纪录片 我非常非常想要拍的东西 但是真的是需要很多时间 然后你也是会想 我做了这样多努力 做了这样久 然后没有人看 然后 可是通常就是这样子的 你拍片 有时候你做最多功课 然后很努力拍 通常就 那个成绩还好而已 我看到很多外国的人都在做 从一个写行作documentary 我觉得那个documentary 做得非常好的 但是它的view就真的 很低 当然比中意的就是很低 可是有时候你就随便做的东西 反而就是多人看 我做了非常多随便做的东西 比我放effort的还要多多多多view 你刚才就讲说 你不是随便做 就是很生活化的 所以我看到 因为我昨天有去看你的Instagram 然后我就觉得说 我就觉得说你有很多内容是 可能感觉上是 不是特地去安排的 就可能 比如我记得有一个是 你跟你的男朋友讲说 要挑战24小时讲中文 对对对 然后我就看得出 那一个可能你的想法 是直接这样子 旁边然后就直接拍 所以你会不会 就是被这种 会去影响到你 其实你的私人生活 就是可能你们每一次 可能出去 然后你就不然 我们现在就直接拍这个 然后就是 我又有想法这样子 其实这个东西 我跟我男朋友之前讲过的 因为 当然我知道 如果我继续做这样子 couple的东西 一定会刺激的 对对对 我就是一直跟我男朋友去 然后我就去体验 体验不同的东西 然后我们买车 买家 我下个半夜的video 是我买车的video 最近我买了一个二手车 是不是在你Instagram那个 帅 最好是百万豪车 对对对 好就是 然后我就是敢讨论过这东西 但是我的男朋友很乖 他问我做什么 他就会觉得 好吗 对那种 然后 sorry 所以你在这个relationship 你是那一个alpha的那个 反正他不听话语 对啊 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问他有没有 你觉得怎样 如果我们这样子做的话 他第一个就是好像你这样讲 他讲他就说以后如果我们 因为我们很少时间拍拖了 如果以后我们注意拍拖都是你的工作的话 好像没有什么乐趣啊 然后我们就决定算了不要了 他当然是会 因为我没有跟我男朋友 always在拍content的 只是一时候我要brank他的时候 我就会set一个camera 摆他上台 对对对对 他就会做梦 但是我会一直跟他 我一直remind他 其实我跟他我都一直remind他 你不要进来这个行业 就算我们的配置好 就算我们的view几高 never了不要进来这个行业 为什么你会这样子跟他讲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啊 就是我会要去很多event 去很多应酬啊 然后我就会觉得 因为我的男朋友 他是一个很pure的一个男子 就是一个很9 to 5的 他完全 我也带过他去event一次 他就 他就 怎么你这样子的啊 做什么这样子 你怎样子 非常的outgoing啊 因为我跟他就是 我跟他就是 可以做自己嘛 对不对 就如果我出去了 我需要有一个image 然后他不是那种 就是如果他 真的是要去fake这个image的话 就是不是为什么 当初喜欢他的他 我喜欢他是因为他很简单 然后如果他进来的话 就变成不简单了 然后你就会被这种views给誘惑 因为他不是那种很有定力的人 就是 又不要想到去这么远啊 他好像帅你这个节目 对 他就是因为你知道 我在这行非常危险的东西 就是 当你有了十千个view 你要有一百千 然后你要一million 为了得到一million 你会做什么 他就是那种一定会去 做那种很extreme的东西 为了拿view的人 因为我自己我蛮 我知道我很有那个 定力 因为我觉得我很好奇的这一点就是 要抽离from那个角色 抽离很重要 对对对 然后不然就是会被 不只是男朋友啦 可能就是身边的朋友也好啊 还是你的家人啊 如果有时候你 你真的是抓不到那一个点的话 人家会觉得 干嘛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很多人对我也是一个误解 就是觉得我是很 很active 很 outgoing 很搞笑的人啊 然后每次在 在in real life 我们见面说 怎么你这样真心这样安静的 然后你要我怎样 你要我去 我杀这样子 不可能就是在平常天 讲话这样大声嘛 是不是 记得喝水啊 喝水没有 喝水没有 还要玩电话咧 我真的觉得每一个人 每一个做影片 都会面临到这个问题 这样有问题 我也是 我也是你也是 大家都其实把那个荧幕的形象 套在我们私生活 所以多多少还是会有影响 那天他讲要看你的instagram 然后我也是有看到你post一个就是讲你的朋友被骗 那是什么事情 那个就是他 他就是很好心啦 他就有一天他就坐在一个咖啡馆里面 ok 然后就有一个人 他就问他有没有钱 他是在广场里面对不对 shopping mall 是在一个mall里面 哪一个mall paraline mall ok 大家要小心 其实不用讲在哪里 因为他左边马来西亚 他是一个scammer界的红人 所以他怎样scammer女朋友 他就是问他 我不见了我的IC 然后这边是我的police report 然后他讲 你可不可以借我一点钱周转 我答应你我会还你 然后那个police report 就好像很真实这样 不过他只是缺少了一个chop 然后我的朋友就很好行 他就是一个kind man 所以是一个男生 是一个男生 然后我发现到这个 ok 等一下我们再讲 然后他就 他就 他就很可怜很可怜 然后又很legit 又真的是有那个police report 他就讲到很真实 他就讲 刚才我在下面问了很多人了 都没有人愿意帮我 但是我真的是很需要这笔钱 然后他就跟他讲 你需要多少钱 他就跟他讲 我不见了第二次IC 所以大概是300多块 马来西亚其实不见身份IC 是身份证还蛮 很麻烦的 就是你要去交罚款 然后你不见越多次 你的这个款项就越多 我已经给了很多钱了 真的 我已经第五第六次了 Oh my god 不好的demo 可是我是小时候的时候不见 所以18岁的时候是不用给钱 18岁的朋友们可以不带太 然后 总之最后他就因为可怜他 因为他好像真的很可怜 所以他就接了他900多块 哇 他就带他去那个ATMI 跟他一起按钱 然后我就觉得 然后他就有去make police report 也是没有用 然后最后 其实过后 那个video过后 然后他们有再打给他了 他有接 他打给那个片子 我跟你讲他已经是一个 legend 他真的是很光明正大地 他在做这种东西了 因为他们就call他 他发现他有老婆有孩子了 他老婆一直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了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video 让我们去教育人家跟他讲 你要小心 因为这个policy report真的很真实 然后我就跟他们讲 可以怎样辨识 其实是假的policy report 然后我就post那个影片过后 主要的目的 真的是因为要raise awareness 让人家警惕 然后就post那个video过后 我就发现到也是很多人 DM跟我讲 他们背同一个人片 所以我就跟你讲 这个人已经走遍马来西亚了 哇 我还看到他有 其实他们去这个google 找那个男生的名字 出来的是一个forum叫 论坛叫老鸭 然后里面在讨论着他 所以你在google 其实已经只可以找到这个人照片 对 但是还是会有很多人forfor哈 其实这个这个真的是 我因为我们之前上班的地方 在普渡那一带 就在time square那边 然后其实那边还蛮多片子的 就时不时真的是 是会遇到这样子的 但是我听过最夸张的 就是Sean的朋友了 他就被拍一下肩膀 brother 然后过后他就不心认识了 然后他知道的时候 就已经是被骗钱了 说他是被迷魂了 被迷魂 这个有点像 这个是被迷魂 因为但是我朋友是非常清醒的 我是有遇过一个在三位pyramid 但是那个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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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骗钱的 那个只是骗色啊 不是不是 骗肉 那是骗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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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就有两位女生嘛 然后他们是国外人 然后他们他们是就跟我讲 就可能我会讲中文这样子 他们就就跟我讲 哦 你可以不可以帮忙忙啊 什么什么什么 他朋友在哪里啊 要过来了 有什么问题了 然后就讲我们现在很饿 这样子 你可以不可以请我吃东西 所以我的人是这样子 通常是如果你要跟我拿钱 我就一定不会给 因为我觉得说钱就是 我给你钱了 你要拿去做什么 我都不知道啊 所以你想说你要吃东西 那就ok啦 我我可以就是吃东西不是很贵吗 胖子懂没有的吃饭 这个痛苦 这个全部人都懂嘛 然后就那个时候我就说 那对面有一间burger king 不然我就去买burger king给你吃了 是两位女生 而且他们穿着都是就是普通啊 不会讲很很烂啊 还是很好画这样子 然后我就带他们去 之后我讲burger king 他们讲哦 我不我不想要吃burger king 我可以我可以吃 我可以吃 不是不是他讲那时候 我记得他讲那个 J Chow的Rotichanai 亮亮亮亮对对对 然后我就我就有点来 我然后但是他懂我啊 他懂我的性格是真的 所以我就我就哦 我好了随便了 然后我就带他去 然后我就给他们付 我就帮他们付钱 请了他们吃 然后他们就走掉 然后我也是没有理他们 我就去去做我东西哦 然后之后我就 就干完东西之后 我在我要回的时候 然后我就走那个shopping mall 我还看他们两个好像在shopping啊 什么这样子的 什么这样奇怪了 可能还在拍prank video啊 搞不好是拍国外的prank video 没有没有没有 然后我就看到这样子我就 man到就是到吃东西 都是会被骗但是 但是我觉得他他可能如果那个时候 因为他之后好像还有问我一些问题 然后我就没有什么理他了 如果我之后再理他的话 我觉得他可能之后还会要 对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那时候他就讲说 不然我拿你的电话吗 还是什么啊 之后我朋友拿钱 我要还你钱啊 什么这样子的 我就 我觉得很多人因为这样子的原因 都变成蛮冷血啊 因为不想去帮 因为有时候我也是这样子 你很难去分辨 对对对对 可能有真的是有需要被帮助的人 但是我觉得 我们还是有其他方式可以帮他们 就是如果他真的是 IC不见了 你instead of给他钱 你可以载他去police那边跟他一起 你还是可以帮到他 就像如果你看到路边有车停了 其实你们会不会去帮 可能 我看 我会看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 他们就是一个其中一个骗的方法 然后他们就不会去帮 我觉得真的是需要看 不是因为这样子就 从此以后不要帮人了 对 因为有一些人还真的可能真的需要帮忙 就聪明一点帮吧 OK 刚才就又再次讲回他的instagram的事情 他instagram其实真的真的很丰富 很多字都才很多东西看 感觉上你现在很多的内容 都是上instagram比较多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今年开始我就要做在YouTube比较多 但是instagram就比较生活化了 所以我这里给大家看一个就是 How to be 他的一个影片 How to be Vlogger 101 教大家如何当Vlogger 其实我看到这个 我深感同受 你是不是 德拉萨来一点 我不会 德拉萨 德拉萨就是 呃 这样讲诶 感觉好像吃到自己 吃到自己样子 可是我觉得还好 这个是狠狠 这个是狠狠 这个是 很棒 我的天啊 各位 嘿各位 我的朋友就是 正在那边 我正在那边 所以我正在那边 嘘 嘘 嘘 因为你知道吗 你知道那灵感就来自于什么吗 因为我看到很多人都在做那 他就讲 嘘 你嘘什么 你嘘什么 你跟着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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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这个麦不要讲话 你知道吗 制造那个气氛 我知道他是要跟那个 观众 观众 但是你不觉得你自己这样做 你会很 我觉得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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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是带着观众进 进入那个场景 因为他们就是那种观众 的确蛮多的是这样子 我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 我真是真的很好笑 又觉得他在讲我 又觉得很好笑 你懂吗 我完全没有生气他 可是我就觉得他真的很好笑 因为很多人都会在我影片说 你这个是不是特地回去关门 然后再开门进来 真的是有很多人在问的 可是当你在拍这样子的影片 有一点带 你会讽刺吧 讽刺的感觉 你会不会怕有一天 好让人家讲回你还是什么 其实当然我是很怕的 因为 虽然我讲我要做自己 还是什么 当然好像我刚才讲你要做自己 但是你要be smart 但是因为我没有 like directly讲是谁 所以 当然我做了这个影片 我要自己知道 以后我不可以这样做 不然应该就不可以这样做 如果有一天有个client跟我讲 你这样做 我就delete到这个影片先 我当时会怕 但是我就觉得 因为这个已经是大家 commonly在讲的东西了 大家都在玩的东西了 我就把它拍成一个影片 真的很好笑 我真是觉得很好笑 我也是看到的时候 我第一个就想要他 因为那个真的是很没在他做的事情 就相机放里面先 前提是我一个人 我才会这样子做 我有朋友的话 我不会说你等我一下 然后我进去放个camera 放在房间 然后再走出来 其实这样子的话 因为很多Vlogger都是一个人 是啊 其实一个人拍Vlog简单很多 真的吗 真的 有时候我觉得很多人的时候 会有一点点难度 因为你要跟着别人的节奏 你拍Vlog的话 你讲不对 你不是走回去而已 对 就有时候你还是会讲错话 然后你还是要走回去 再讲一遍 再讲多一论 我觉得你刚才问我一个问题是 我自己觉得现在很难做的video类型 我跟你讲 一定是Vlog 我跟你讲 我很多时候 其实我很多 蛮多影片是 纯正没有发出来 就是我Try Vlog Try Vlog 好难 就你要怎样 把一个很无聊的东西 讲到很有趣 What's up 今天我在这边 做这个Podcast 咖啡 这个 看到吗 青色的 对 然后我就一直 还是不要Post 我做不到Vlog 其实我做过一次的 我去那个Cruise的 那个游泳 游泳 那个video 好挑战 好难 好难 你怎样自己对着镜头 而且做Vlog 我的Vlog不算太生活化 就我最真实 最贴近我私生活 我还没有拍 就包括我跟我女朋友在内 我也跟她有一个 就刚才下面讲 我有跟她讲过 其实我们也没有很希望 她偶尔出镜是还好 可是我没有很希望说把它做成是一个 情侣的频道 我们没有很想要 我还是希望跟私生活有点分开 可是像你跟你男朋友认识的时候 你已经做影片了 对 所以她一开始认识你的时候 她懂你是Asian mom 我看到Data好像有一点害羞 我都跟你讲 是一个害羞的小女孩 就我们的认识 我第一次带Pabie讲 This is the podcast 我们的认识是非常的奇妙 我觉得自己超搞笑 就有一次 我就在Paraidimo里面走 然后就一个人从很远就喊 Data 我就讲 Shit 又有fan的一天了 就觉得 我今天很没有心情 不要来烦我可以吗 就因为早上想会来 一直要跟你讲 你的影片脑下什么什么 他就来了 你这样子讲 你不怕得罪你的粉丝吗 这段剪掉 首先你要有很多粉丝 所以不用紧 然后他就讲 Data 然后我就 Oh shit 他就一直跟我讲话 然后他讲了大概15分钟 这刚好你心情不好是吗 我很累 ok 我就一直想要走 想要走 然后他就跟我讲 可以跟你个照片吗 ok 然后他就 因为他之前是做那种化妆品的 那种lab的那种 那种chemical的那种东西 他的手上就有那种lipstick 那种东西 他就讲 Oh my the way 你看这个lipstick 你知道他有什么用途吗 然后我就想跟我批事 Data 然后他就讲 这个lipstick 你就是啊 你擦好上去 如果你kiss 这没有印的 然后他就讲 其实我很累了 我要走了 拜拜 然后他就DM我 然后他就酒出去 那我一直拒绝了很多事了 然后他就 有不放弃的精神 然后我们就开始 再慢慢聊天 然后就在一起了 就他是一个粉丝先 这个讲真的 我 ok 虽然我现在做这个东西有女朋友 可是我是觉得跟粉丝当朋友 朋友还可以 就当男女朋友一点 不过他没有到很big fan的那种 他就是因为他就是那种 到处他吃有youtuber 他都会去拍照那种 ok 他真的很单纯的那种 真的 你一开始的时候 我几难跟他 根本就是两个世界 因为我有带你去 event 我就跟他讲 我before那个 event 我会跟他讲 你控制一下 今天 除了人家跟你讲话 你不要跟别人讲话 他应该也很压力 看到那种红人不要拍照 他有限制他 ok 真的他很乖的 我真的很期待 我会看到你男朋友那一点 我不是说要他跟我拍照 可是我很想要知道 他这个人 潭天起来感觉是如何 oh my god 他潭天 maybe你需要me他 因为我有朋友都me他 他们就觉得 他是属于很近的那一种 是不是就不讲 他不是很会social的 但是他会try to跟你讲话 他就问你 你平时weekend 我喜欢做什么的 然后你就回答 你就回答 我喜欢睡觉 这样你有多少个兄弟姐妹 就很不related 但是我也是觉得 因为他这样子 就觉得很简单 就跟我来自的industry 很不一样 所以我才那么喜欢他 你会累吗 一开始很累 就 in general 没有 对我男朋友还是 没有 你现在在做的事情 这一行你做 非常非常的累 你会觉得好像有时候出去就要 带着那个笑脸跟人家讲话 没有啦 我出去没有带笑脸了 没有 但是我觉得很累 很累的原因 是因为现在自己开的自己公司 然后你除了做content以外 你还要做出去见client 我还要自己做账 自己做admin 那种东西 因为没有请人家做的 所以我就 然后我就去年 去年因为很拼 然后我就 所以赚了很多钱 要做很多账 没有啦 那我就蛮常在公司过夜 然后就有 到有一次 有一次我剪一个video 剪到大概三点多这样 晚上 然后我的心很热 我超热的 然后我就 然后你call你男朋友来 我很热 然后就很热到 我就觉得我应该听了 然后我就去 我就去 我觉得那时候 我觉得我差不多要collapse 有没有喝多一点水 你看就是没有喝水 还有每天满电话 每天对电话 然后我就觉得 就算我 我几段另外一天我起不到 然后我在睡了那时候 我就觉得 就算我再自己努力都好 如果我今天去世的话 之前的努力全部白费了 然后从今年的我给我自己的目标就是 我before11点一定要回回家 不可以待了那么久 然后说到累 其实很多时候我都要放弃啊 就觉得回去一个 因为我现在出去找工一定很容易啊 我不怕不会来 不会来 没有未来还是什么 因为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做 我觉得我 其实我真的每一天早上我都会在想啊 嗯 如果回去一个9-5 生活自由自在讲 因为我现在是每一天都在做工的 因为我跟我男朋友factor都是 他来公司这边找我包 他就做到做的东西 我就做到做我的东西 然后很多时候觉得 哇我没有enjoy their life 嗯 然后我很想放弃啊 那是讲真的 蛮现实啊 会让我有动力的原因 就是因为 我知道我有员工 然后我需要pay for我的office 嗯 对 你有那个责任 那个response 每个月的费用啊 嗯 对对对这个就是为什么我继续做的原因啊 nice 哇哦 我觉得是每差不多每一个 呃 做生意的 做生意啊 做生意的人 而且你做好生意 做老板过后 你其实你不怕出去外面打工 我觉得 你不会怕 你会觉得那个是简单很多 但是你出去又会觉得 哦 又不是我的公司 嗯 可是当你去上班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哎 原来当老板是比较自由 我才有人人 我觉得我 OK 我有一个说法 我觉得人是犯贱的 对对对对对 因为对 对对 我觉得人永远不自主 就你打工的时候想做老板 做老板的时候想打工 真的是有这样子的想法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来到尾声了 是不是 Shawn 是 我刚才要讲 因为我看到他已经开始要做结尾了 对对对 最后一个问题 你 对你自己有什么未来的目标 然后Tata Studios 你有怎样的一个憧憬 对我 憧憬是吧 对对对 Tata Studios 当然就是希望可以做很多 很有意义的 content 或是节目啦 然后我自己的话 当然就是希望我可以继续继续做更多 更有营养更有意义的 content 查个话 你有打算做目前到你以后 以后有打算一直做目前吗 没有 其实现在就是在 让我的员工可以自己 然后可以做目前 因为我 我后要做 content 就是比较有意义的东西 他不需要是那种慧眼的 只需要教育教育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我自己是希望 可以做幕后 我比较喜欢做幕后 我们访问的人很多的是幕后来到幕前 然后幕前就想要回到幕后 所以人是犯贱的 真的人真的是犯贱的 这个podcast名字叫做 人真的是犯贱的 就一个系列 剑虎肥龙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看Tata的东西的话 你们可以去到他的Instagram Tata完全 Tata Tata W A N Q A N 很快 可以绕过零了 所以我们这个podcast在Spotify Bilibili YouTube 网易云都可以收听收看 我觉得不用讲 这个 还是要再提醒一下大家 然后我想到有一个重点就是 现在就是疫情还是什么 还是蛮严重的 所以要呼吁大家 要努力去洗手啊 穿口罩啊这样子的东西 你讲话 你刚才自己也是没有穿口罩 但是我很努力在洗手 照顾好自己 多一点水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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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